中广集团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服务业管理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服务业管理教学课程 在上一讲次 我们介绍了需求与产能管理 这一讲次 我们将进入到第四单元 服务行销管理 介绍第八章 服务行销消费行为 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 修平科技大学 观光与油气管理系 邓秀玉老师 担任本讲次的来宾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修平科技大学 观光与油气管理系邓老师 本讲次主要有三个重点 第一 服务构钱阶段 第二 服务接触阶段 第三 服务购后阶段 在进行服务行销管理之前 管理者必须先掌握服务业的消费者行为 一般而言整个服务的一个消费过程 可以区分为服务购前阶段 服务接触阶段 与服务购后阶段 那么各位同学可以参阅图中显示 那么了解消费者是如何进行 服务的一个评估 以及他的购买决策 另外对于服务的传递 以及消费者的一个经验反应 还有就是在购后之后的认知 与行为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 那么消费者行为对于服务企业来讲 相当重要 因此我们本讲是 就是主要介绍消费者行为的一个三个阶段 首先我们介绍第一节 服务的购钱阶段 在服务的购钱阶段指的是 消费者对于是否要购买服务 所进行的一种决策 也就是消费者购买决策程序中 顾客实际购买行为前的一个阶段 而这个阶段呢 主要包括了问题的确认 资讯收集 方案评估 以及制定购买决策等四个阶段 我们为各位同学一一解说 首先第一 问题确认 问题的确认主要是来自于消费者 所感受到的需求未被满足 也就是理想的状况 与现有的一个状况呢 产生了一个差距的存在 当理想的状况 这个提升 或者是实际的状况下降的时候呢 两者差距越大 越可能产生服务的一个问题的一个确认 而问题的确认呢 主要又受到内在跟外在刺激的一个影响 内在刺激指的是个人的一个生理或心理的一个因素 例如因为身体疲劳而想要泡温泉 为了逃离世俗的环境而想要出国旅游 为了寻求冒险刺激而达成热气球 这个就是所谓的内在的一种刺激 那外在的刺激主要是来自于外部的环境 包括服务企业的广告 海报或者是船单甚至是橱窗的展示 那么外在的刺激也有可能带动内在的刺激而引起需求 例如像85度C 它的蛋糕的橱窗的展示就是一种外在的刺激 会引起路人的一个目光 令人垂言三尺 这就是所谓的内在的刺激 就引发了消费者一个购买的一个念头 那么问题的确认这个阶段 服务人员应该使消费者了解现况和他的偏好的差异 那么来创造顾客的需求 接下来第二个阶段是资讯收集 一旦消费者察觉到问题而引发购买动机 为了进一步了解和选择产品时 消费者就会开始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服务的相关的资讯 那么依据摄入的程度的差异 消费者资讯收集可以分成购买钱的收集和经常性的收集 那么购买钱的收集指的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购买决策 在问题确认后的一种资讯收集的行为 那么经常性的收集则是指的是例行性的 没有特别针对某一个购买决策的一种资讯收集的一种行为 例如线上游戏的玩家对于相关的产品具有高度的摄入及偏好 经常会收集最新的线上游戏产品 而依据资讯的一个来源 也可以把这个资讯分成内部的资讯和外部的资讯 内部的资讯是储存在消费者的记忆中的一种资讯 多半是来自于先前对于某一个服务的消费经验 那么外部的资讯则是来自于外部的环境的资讯 包括服务企业的推广 活动 媒体的报导 以及参考群体 第三个阶段是方案评估 在资讯收集之后 消费者针对所有的资讯的内容或是服务的选项 经过过滤的一个过程 可能会面对好几个选择的方案 必须经过一个替选方案的一个评估之后 而在众多的方案里面挑选出一个方案 那么能够让某一个方案 能够脱颖而出的这个产品的属性 我们称之为决定属性 也就是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一个关键的属性 举例来说 如果有多家的美食餐厅 我们针对它的品牌知名度 口味 价格 服务水准 如果都在伯仲之间 那么最后决定消费者会选择哪一家 的关键的一个属性呢 或许可能是停车是否方便 所以停车的便利性 就是这个所谓的决定属性 那么接着 当某一个这个产品或服务的资讯呢 如果是比较少或者是难以搜寻的时候 那么就会造成我们在选择购买之前呢 比较难以评估这个商品的好坏 消费者可能会担心 购买之后的满意度呢 没有办法达到预期 那么我们根据了购买前的一个 评估的难易度 那么可以来将这个产品的属性呢 区分为几大类型 某些的商品或服务 在消费者在购买前呢 它是可以具体的评估它的特质 那如果是这类型的呢 我们称之为搜寻属性 如果是较为复杂的商品 或者是多数的服务而言 没有经验的消费者 他可能要等到服务传递 或实际消费之后 才能够判断这个服务的好坏 那这类呢 我们称之为叫经验属性 最后一种呢 我们称之为叫信任属性 是指消费者在 这个实际的消费之后 仍然难以评估 这个所获得的效益有多少 那这种呢 我们称作叫做 所谓的信任属性 那么各位可以同学 可以大致呢 从途中可以了解 这个三种属性的一种差别 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以上我们针对服务的三种属性 做一个解释 那接下来我们请邓老师 为我们详细地去针对 这三种的属性做个说明 好的 关于第一种搜寻属性 搜寻属性其实是有助于 消费者在购买产品之前 先行评估 那可以让消费者先试用啊 试吃或者是试程 例如为了配合 绿色及环保的概念 那汽车业者呢 他会推出所谓油电混合车 消费者呢 可以透过试程 来去感受汽车的一个 宁静舒适感 而这些具体的活动呢 就有助于消费者 在购买前先了解或评估 该项产品 到底是不是他们想要的 一个产品内容 来降低购买后的 不确定性跟风险 那第二种是所谓的 经验属性 经验属性呢 它是对于某些服务来说 其实如果在购买前 没有办法评估 消费者呢 就只能够亲身体验 来了解产品 这种称为经验属性 比如说像日本北海道 浪漫五日游的行程 旅客呢 一定要先前往当地 去欣赏所谓的 韩馆的百万夜景 小尊运河的美景 还有浪漫的薰衣草花海 去品尝北海道的帝王蟹 接收到所谓领队的 专业服务之后 才能真正体验 所谓旅游商品的好坏 那通常消费者评估 这类服务呢 他没有办法依据 其他人的一些推荐 他人的一个经验 因为呢 不同的人 对于所谓相同的产品 或者相同的服务 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 那关于第三个 所谓信任的属性 消费者呢 他在购买或接受服务以后呢 仍然没有办法评估 他所获得的一个 效用的时候 那这个商品或服务 他就具有所谓的 一个信任属性 比如说像专业的医生 他的一个专业诊断 和医疗服务 虽然事后可能 因为他的诊断 疼痛或者症状 获得了改善 但有时候消费者 他也没有办法确信说 到底是医术比较好呢 还是因为药性比较重 尤其接受的服务 越具有专业性 消费者呢 又缺乏这个相关的训练 跟专业技能的时候 他所需要的协助 跟服务呢 也就有比较多 那消费者只能相信 服务人员的一个 专业的技能 那大部分的一个服务呢 多数的服务都是属于 经验属性 或者信任属性比较多 谢谢邓老师的详细说明 那第四个阶段 是制定购买决策 在评估各种的 替选方案的优缺点之后 顾客就会根据评估的结果 来制定购买决策 如果对于服务的 选择方案的资讯呢 充分 那么选择的方案呢 他如果过去呢 也有类似的经验 可以参考时 消费者的决策呢 就会相当简单 不需要多加考虑 可能就可以快速地决定 那事实上 在许多的状况之下呢 消费者做决策呢 他的价格通常是一个 关键的一个因素 到底值不值得多花点钱 来获得这个服务 就像是说 到底要搭高铁呢 还是台铁 要搭乘一般的航空公司 还是廉价航空 我们知道近几年来 各家廉价航空公司 进军台湾的市场 例如日本捷新航空 新加坡的老虎航空 以及韩国的釜山航空 由于票价局级竞争力 成为许多省贤族的最爱 但是消费者必须要接受 最低度的服务 来换取最低价格的 一种心理准备 那如果以一般航空公司的 服务的水准来 这个期待说 这个廉价航空 你要享受到 这个超低廉的 低票的价格 又期待从购票 登机 搭机 各个环节 要有一个高品质的服务水准 等于是圆木求鱼 更重要的是 廉价航空公司的机票 通常要提前半年 开始贩售 消费者必须提早规划行程 那廉价航空的机票 通常也无法退票 如果要更改航班 必须要支付手续费 那么而廉价航空公司 为使机队的利用最大化 时常就会发生 航班调度的一个问题 而造成班机的延误 影响旅客的一个行程 以及权益 那对于大多数的服务商品来说 由于具有经验和信任的属性 消费者在服务产品购买与消费之前 通常就会产生一种 不确定的一种感觉 也就是存在某种程度的风险 那么我们称之为叫知觉风险 当消费者首次使用 或不熟悉该产品或服务时 可能会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 担心会出现负面的结果 结果越负面越可能发生 知觉风险就会越高 那么这个部分 我们请邓老师为我们说明 到底会有哪些的风险存在 好 一般来讲 消费者他预知到的一些 知觉的一个风险 通常包含这六大风险 第一个是功能风险 消费者他会担心产品主要的特性 或者是接受的服务的感受的绩效 不如他所预期的 比如说我要去住五星级度假村 就是想要舒适 可是他的设施却不如预期当中的舒适 或者是参加职讯的课程 是否能够帮助 帮助我们找到较好的工作 这是第一个功能的风险 第二个是实体的风险 消费者他会担心在接受服务 或者使用产品的过程当中 因为使用实体设施 造成个人受伤或者所有物的损失 比如说我想要参加纽西兰旅游行程当中的 一个冒险刺激的活动 像是高空弹跳或者是高速快艇 那我又会担心我肢体会不会受伤 或者是受到碰撞 第三个是所谓的财务风险 消费时可能会产生的货币损失 或者是增加额外的非预期的成本 这个都可以称为是财务风险 例如我们参加低价的国外旅游的行程 可能会被强迫怎么样 购买纪念品 造成了更多的财务损失 那第四种风险是所谓的社会风险 消费者在使用这个产品 或者服务过程当中 会在意其他人的想法或者是反应 比如说当初在钓鱼台事件当中 所谓的中日的一个冲突的时刻 那如果大部分的民众会购买所谓日系的商品 他就会在意其他人的眼光或者是反应 反而不敢购买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社会风险的问题 第五个是心理风险 消费者会担心使用该产品 会导致个人心理上的不安 比如说在埃及的热气球爆炸事件当中 游客就会担心 如果我去搭乘热气球 是不是有可能会有救世重演的一个状况 那第六个风险就是所谓时间风险 在消费前与消费过程当中 是否会造成时间浪费或一连串的延迟 例如说像消费者利用网路预购 将会的演唱会门票 他会担心时间会不会浪费 守候在电脑前面 而还是买不到 那可能会因为秒杀买不到的徒劳无功 而产生所谓时间风险的部分 那基于以上的一个风险类型呢 服务管理者他会为了努力降低所谓消费者的一个知觉风险 其实呢可以有几个解决的方案 第一个就是提供服务保证 那第二个呢就是提供退费的一个保证 那第三种方法呢 他可以透过文宣网站或者是影片 让潜在的消费者呢可以事先了解他所提供的服务 那第四种方法其实可以鼓励消费者呢 在消费前呢 亲自到我们的一个服务设施来参观 那第五种方法呢 还可以制定一些明确的一些安全规章 来避免消费者所知觉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安全性上面的一个风险 那第六个呢是训练消费训练所谓服务人员 在接待的时候要注重顾客的一个感受 而且要呢有同理心 那第七种方法其实可以提供24小时的免费客服专线 或者是免费的24小时的一个受理的网站 来提供消费者相关的一些资讯 那第八种方法呢 其实可以发送简讯到指定的手机说明情况 比如说现在很多服务业者呢 会事先用简讯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预约的一个时间 那第九种方式呢 它可以利用所谓让顾客呢 在线上直接查询订单 或者是来查询处理程序的一个进度 那此外对于所谓信任属性比较高的服务业者 比如说像医师啊建筑师啊 还有所谓的律师这样的一个专业服务呢 可以善用一些证据或者佐证资料 来展现在它这个服务方面的一些合格证书 让客户呢 见识到所谓专业能力的一个证明 借着呢 来降低所谓消费者的知觉风险 还有呢 许多专业化的一些服务业者 他会运用网站向客户说明服务的项目 强调自己的专业能力 甚至展示过去的一些成功案例 那这些方式其实就是我们服务业常会使用的一个手法 叫做证据管理 谢谢邓老师的说明 基于以上的风险 那如何去让消费者降低他的知觉风险 那么邓老师也为我们详细说明 事务上采取了一些的方式 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二节服务接触阶段 消费者制定购买决策之后 就进入到服务的接触阶段 也就是整个顾客服务经验的核心所在 通常包括一连串的与服务业者的一种接触 那么服务的接触可能是透过顾客和服务人员之间的人际互动交流 也可能是透过机器或电脑的非人际互动方式 而服务接触也可能是连续的或间断的 例如搭乘计程车或捷运 通常时间较为短暂 而过程是延续的 而我们向旅行社购买国外团体旅游 从事前的洽询 订购代办签证或护照 参加行前说明会 付款 出团 还有旅客服务的阶段 那么围棋通常是较长的 而且包括许多间断复杂的一个步骤 那么由于服务接触阶段 是服务成效的关键所在 这个部分我们将在未来第十五章 服务接触管理 为各位同学详细的说明 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三节 服务的购后阶段 在服务接触阶段结束之后 消费者他会针对 先前所接触到的服务品质 来进行评价 那么服务经验是令人满意与否 则取决于个人的期望 是否获得满足 而顾客对于服务商品的满意度 也形成顾客决定 下次是否会在上门的消费 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以及未来的各种行为意图 包括顾客的忠诚度 顾客的推荐行为 以及是否会进行抱怨 那么由于顾客满意度 是服务购后阶段的 一个重要的结果 我们就针对顾客满意度的概念 为各位同学详细地做说明 顾客满意度是顾客对于服务企业和员工 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他直接性的综合评价 消费者在购后阶段会评估服务表现 会与事前的期望做一个比对 而满意度就是这个评估的指标 所以满意度我们可以定义为 是一种类似态度的一种判断 是顾客与服务产品之间互动的一种评判 以及消费者对于购买行为的一个评估 那么过去的学者许多都主张 是以购钱的预期跟实际感受的一致或不一致 作为满意度的一个根本决定因素 也就是说消费者在购买之前的心中 就已经有一个服务的一个标准 与所观察到的一个服务表现 形成一个满意度的一个评判 那顾客满意度呢 主要是受到服务的一个产品的价格跟品质 之间的取舍 当然也会受到个人因素 以及情境因素的一个影响 那么顾客对于服务接触阶段的一个过程 如果感受到服务符合或者是超越他的期望 顾客便会认为 这个是一个高品质的一个服务 那么如果价格与品质相比是可以接受的 人员因素还有其他的情境因素又是正面的 顾客就会比较可能会比较满意 而成为忠实的顾客 那但是如果呢实际的感受与先前的期望产生落差 顾客呢可能会觉得服务品质不好 也可能会产生抱怨或者是产生转换的行为 那么顾客所期望的一个优质服务 所以就会受到我们刚才所讲的一些因素 那另外呢还有情境因素 例如消费者对于高价的一个牛排餐厅 跟平价的牛排餐厅的食材服务 我想他的期待是有所落差的 那一个日本的一个赏鸣团的五日游 那么如果他的价格是一个是两万块 一个是四万块 我想消费者自然他的期待也有所不同 那事实上消费者的期望也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例如随着绿色和环保的概念的盛行 消费者对于服务企业所应善尽的环境保护 以及社会承认的要求也更高 因此环保的商品 它的包装设计就必须要多加的留意 由此可知消费者对于事前的服务期望 是影响顾客满意度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么而这个消费者的期望又包括了几个要素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请邓老师为我们详细的做说明 好的 那顾客他希望获得的服务 我们称为渴望的服务 就是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水准 那顾客针对个人需求会认定说 服务业者能够提供以及应该提供的一个服务 但是多数人都很务实 了解某些特定业者永远无法达到这种水准 因此具有期望的门槛就称为适当的服务 也就是可以接受的服务水准 也就是说服务如果达到这个水准就是可接受 而且不会产生不满意 而顾客实际上预期的一个服务水准 就称之为预期的服务 并且直接影响顾客对于适当服务的一个界定 那预期服务主要是受到服务业者民事或暗示的一个服务承诺 口碑或消费者过去经验的影响 如果预期会接受较好的服务 那适当服务水准自然就会提高 那当1993年学者他们认为说 顾客期望的服务是一个渴望服务水准 和适当服务水准之间的一个范围 称之为容忍区间 也就是消费者愿意接受的一个差异程度 如果没有达到适当的服务水准的表现 就会导致不满意 而超越渴望服务水准的表现 则会让消费者喜出望外 因为消费者的容忍区间 主要是渴望服务和适当服务两者 所决定出来的 谢谢邓老师的详细说明 那么以上的说明 我们可以知道影响顾客满意度 实际上主要是由期望来做决定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跟各位介绍 另外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叫做顾客愉悦 英文我们叫做delight 那么过去学者许多认为说 服务接触我们要追求的 不只是要让顾客满意而已 还要让顾客引发愉悦的感受 那么愉悦是由三个要素所组成的 包括超过预期的一个高服务表现 还有一个叫激发 主要包括旌旗跟刺激 另外一个是正面的情感 包括愉快高兴或者是快乐 而满意度只是顾客期望的正向 试验或者是正面情感的一种函数 也就是说愉悦是超过顾客预期 意料之外 而且是一个正向情感的服务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讲说 它是满意还要占满意 例如交流目光局就以 Taiwan will touch your heart 为宣传的诉求 希望国际的观光客 能够来体验台湾的文化 欣赏各地的美景 享受台湾的美食 感动每一位旅客的心 当然一旦顾客感受到愉悦之后 他的期望可能就会随之升高 如果服务回到原来的水准 顾客可能就会不会满意 以上是本讲次的一个说明 那么下一讲次 我们将介绍第九章 服务行销管理 包括服务的行销规划 服务业的市场区隔 以及服务行销策略 本讲次到此结束 欢迎各位同学下回按时收看 再会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